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欢迎来到议政经营 今天是2024年的9月26号周四 我们今天继续带来黄金白银原油的每日交指南 那么今天我们看一下有很多重大数据 在8点30分有我们老朋友出行失业经营人数 那么最近的市场比较关注美国降息以后 这个就业市场有没有再次的火爆 又没有突然间断崖式一个下跌 就根据最近公布的数据去看 没有很大变化 你看这个失业经营人数 市场的预测是22.5 但是在本周公布一些数据 像这个消费失业经营指数是偏低的 市场预测是偏高 结果实际公布是偏低 那么经常上这个出现失业经营人数 如果是公布以后是大于22.5万 就是失业经营的人增加的话 那么也是对黄金是利多的 所以这个我们要注意一下 另外还有这个GDP的联化值 个人消费支出的纪律中值 最重要的是第二季度核心PC物价指数联化中值 那么这个数据是美联储 比较关注的数据 还有耐用品订单月率 所以今天晚上8点半会有一大堆的数据 大家可以重点关注这个蝎金 还有核心物价指数 这个是显示这个通胀的 那么市场预测的是2.8 其实这个核心物价指数公布以后 只要它依然在这个2字头 这个美联储降息的预期就不会变 不能上去3字头 3字头表是这个通胀的是反弹的 降息的预期会大大减少 那么那个时候可能对黄金形成一定的利空 那用品订单月率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的预测去看 基本上是对黄金是利多的 所以基本上这是一个数据 另外在21点20分会由美联储主席鲍威尔 预先录制视频 为纽约联储2024年国债市场会议自开幕时 首先这个视频是录制的 它本人不去 那么既然是录制的视频 就表明这个视频的内容 大概就已经是泄露的 那么既然是泄露了 这个市场对于它今晚上的讲话 关注度会大幅的降低 所以今晚上这个21点20分 我们可以大大关注一下 但是市场的一个反馈 我们认为不会特别的高 下面关注其他一个基本面 所以我们看第一点 就是这个沙特很可能是顶不住了 将要提高产量去抢这个份额 那么这个沙特我们都知道 这两年基本上都在减产 援引熟悉沙特想法的人事爆料 也就是这个中东沙特专门的这种研究人员 沙特政府已经准备放弃 每一桶100美元非官方原油价格的一个目标 那么这一点我们是比较相信的 为什么呢 因为100美元想要长期维持 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 你100美元的这个油价 全世界都不会答应 对吧 那么高的一个成本 谁受得了啊 还要长期维持 所以沙特这个幻想呢 本身是不太切实际 同时的准备增加产量 表明该国已经无奈接受了油机 无奈接受了油价长期走低的一个局势 消息人士表示呢 这个沙特官员已经承诺 按照计划12月1号恢复产量 这会导致这个油价长期的走低 那么12月1号呢 还有一个多月啊 刚好在美国大选之后啊 这个油价呢 目前去看呢 还是偏空为主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此前曾估算 沙特需要油价接近每一桶100美元 才能实现预算平衡 这里说的预算平衡呢 是指沙特本国啊 花钱的一个平衡 而不代表它这个油价赚钱啊 这个沙特的油价开启成本是很低的啊 我们看到这个网上搜的 说每一桶的成本呢 大概是10美元以下 所以这个沙特其实卖原油 它是赚钱的 但它整个国家的开支预算 要在100美元才能实现啊 是这个意思 但是目前我们看到这个沙特 其实现在呢 开始逐渐了两条路走啊 之前我们的节目也讲过 一方面是卖石油 一方面呢 大力的发展这个旅游啊 高科技 游戏啊 这一方面 以及大量的资金呢 向外撒 全世界进行一个投资 你看到这个沙特的投资啊 刚好处于什么 处于美联储加息阶段 很多优质资产的这种情况之下 去撒钱 所以这个沙特呢 变相了等于是抄底了这个美国啊 加息这个潮汐 这些优质的资产 而沙特之前之所以一直的减产呢 就是让这个美国的通胀啊 不要那么快的降下来 虽然这个沙特 你说他这个减产啊 是真正的是看向油价吗 我们分析去看的 大概就不是啊 很可能就是为了他去布局 为了去买这些优质资产啊 而做了一个延期准备 那么现在已经完成这个布局的话 这个减产了就没有意义了啊 很可能是这样子 那么沙特呢 已经决定不再继续将市场份额 拱手让给其他的产油国 那么关于这个市场份额啊 其实这个沙特呢 他们的产油成本是有优势的 美国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业人员的生产成本呢 大概是4050美元 但是现在技术升级了啊 那么这个数据呢 已经比较低了 比较低了 而常规原油的成本呢 大概是36美元 现在油价是多少 是68左右 对吧 所以这个市场份额 你说这个沙特你要降多少啊 才有可能把它抢回来 因为美国现在他也有赚了 你打价格战的话打不赢的 而且现在美国呢 已经把这个市场份啊 明确抢过去了 很难再去拱手让人 所以这个沙特啊 想要打这个价格战呢 目前美国啊 他刚刚降息 而且国内的这种制造业呢 振兴不起来啊 现在美国的比较大的一个收入 所以金融方面呢 其实卖资源呢 这个收入的占比呢 是不断增加的 所以美国的产能呢 不可能停下来啊 虽然沙特即便是增加产能啊 这个市场的格局呢 其实这两年已经定了啊 打价格战啊 要美国不赚钱 短期之内也不太可能啊 除非打到这个30美元啊 更低才有可能出现 对吧 目前去看呢 几乎不太可能 所以啊 这个油价呢 目前去看呢 整体而言还是一个偏低为主 另外我们再次强调一下 这个原油它的核心需求是什么 其实原油现在的核心需求 并不是经济的一个发展 而是由于地缘冲突 各国的一个政治紧张 对吧 大家比较担心啊 每个国家这个战略持有储备啊 这一块才是一个大头 因为这个世界格局 大家都看得非常清楚的嘛 对吧 现在普通老百姓都能大概分析一两句 就已经很明确了 所以只要这个世界的格局没有缓和啊 那么这个储备的石油啊 大概就不会停 因为一旦打起来 这个石油啊 关乎到所有的一个名声 存多少都不过分啊 但是如果说这个局势一旦缓和的话 那么这个油价大概还会下跌啊 那目前的沙特石油产量为890万桶啊 之前呢 大概是去到1000万桶左右 所以从这一点 我们大概可以看得出啊 这个油价呢 想要重回啊 100 这个基本上不太可能的啊 重回90应该都比较难啊 可能就会在一个区间做个震荡 但最终的结果震荡之余啊 还是会偏空为主啊 这是一个长时间 那么这个时间跨度了有多长呢 我们的判断大概怎么也要两年吧 所以今年啊 大概率你说跌的特别特别深啊 这个可能性目前去看不是特别高啊 但是未来两年三年持续下跌呢 这个逻辑应该是不变的 好 下面关注一下其他基本面 全球最大的上市对冲基金指出 这个殷斯曼指出啊 看好中国的股票反弹 更多的需求宽松啊 经济措施将会持续的出台 那么关于这个市场呢 我们之前的节目啊 反复讲过啊 这个市场啊 只要美国一降息 就是你入局的一个机会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机 因为这个基本的经济逻辑链呢 这个是不变的 对吧 可能很存在一些阴谋论 觉得说啊 这个钱不会来 怎么怎么样 但是钱的话 可不管这些东西啊 哪个地方安全 哪个地方有利可图 他又去哪里 哪个地方有开放 他又去哪里 而现在呢 我们的整体的一个环境呢 其实是比较有吸引力的 所以如果说你有长期关注我们的节目 应该知道 我们之前分享过很多这种类似的文章 华尔街这方面 普遍都在畅度啊 那个高盛也好 摩根也好 还有这个桥水也好 基本上都是看好的 所以我们建议大家还是要顺势而为啊 第二点呢 这个普京修改核原则 如果说俄罗斯遭到常规的攻击 可能使用核武器进行一个反击 那么这个调整的核心点在里 就是如果说你是有核的国家 帮助了这个乌克兰啊 用了这个常规的导弹 很可能就是触发这个核武器 所以这个普京修改这个核原则 其实只针对美国 只针对美国 那你说这个消息对黄金有什么影响呢 整体当然是偏利多为主的 但这个普京呢 在2024年呢 一直在提这个核的问题 提的比较多了啊 所以市场的一个反馈呢 可能不是那么的激烈 第二点 我们看一下中东地区呢 继续的一个升级啊 政治党呢 进行一个反抗啊 用这个导弹呢 袭击了以色列 而以色列称 下一步将会进行地面的行动 那目前呢 美国是极力的劝阻啊 以色列不要进行这个地面部队啊 不要进行全面的一个战争 但是现在以色列不听啊 所以这个中东地区呢 可能还有升级的一个机会 但是目前呢 我们看到这个伊朗呢 已经怂了啊 在昨天这个联合国大会的讲话里面呢 可以看到呢 频频的向这个美国示好啊 这一点呢 我们也不知道他态度 为什么转变得这么快啊 后续的可以多多关注 下一点我们看一下这个 美国的供应链呢 危机可能再度袭来 就是港口大罢工啊 近在支持 罢工呢 他将会在10月1号起进行一个罢工 那么这个罢工的话 美国在2024年啊 有几次罢工 铁路罢工 对吧 这个货车罢工 现在又到港口罢工 那么这个罢工呢 理论上呢 会提升这个物价 但是我们看到前期的一个罢工呢 有没有让这个美国的通胀 进行一个很大反弹 其实并没有啊 没有 所以这一次的港口罢工呢 我们认为对市场影响不是很大 关键是看它的一个持续时间啊 如果说它的一个持续时间很长的话 会对这个会刺激一个美国通胀 进行一个反弹 最后一点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努力提振资本市场 其实这几个信号已经比较明确的啊 好 以上就是今天一个基本面 还没有关注我们一正经营片 点点关注啊 关注一正经营 黄金 百亿人员投资 不迷路 下面进行技术分析啊 我们用K线法权交易系统 给大家去做一个解盘 K线法权交易系统呢 不管你是新手还是老手 只要你学了啊 都能够让你在这个市场里面 看懂这个市场 为什么涨 为什么跌 黄金呢 在十分图里面呢 目前是一个上涨 根据我们法则呢 今天的目标大概会在 2673和2671这个位置 但是今晚上的数据比较多啊 所以这个黄金的话 我们建议还是 低息做多为主 而小图呢 到东方界是在2658啊 所以今晚上这个黄金 比较简单啊 你可以以这个265756 做一个止损啊 逢低买涨 逢低买涨 那么至于短线能涨多少 要看数据一个情况 那么在交易上 就比较简单啊 首先第一点啊 今晚上的数据公布以后 如果说它能突破2673 74 那么下目标会看到2688 2685 那么那个时候 你可以回调买涨 或者是直接跟涨 没有问题啊 另外呢 这个黄金啊 想要看跌的话 目前去看呢 2665啊 这个价格不能破 2665如果破了 就很大概率会回到2660 58这个位置 所以买涨的话 有两个点 第一 八点钟左右呢 这个黄金 如果说跌不穿2665 那你就在2665附近买涨 但是八点钟左右呢 它已经跌破了2665 那你就在2660附近买涨 2660和2658 这个区间买涨 那么数据公布以后 如果说是利空啊 那么这个黄金呢 你可以注意一下 2673附近呢 去做一个短空 它就会在这个区间里面啊 进行一个震荡的一个结构啊 而不会突破上去 想要做空 然后可以挂大 挂在这个2668 放个空 这个点位呢 没有问题 黄金目前呢 没有看到任何大空的一个信号啊 至少在四小图里面呢 它没有空头的起点可以先啊 所以这个黄金呢 短期之内啊 这个空单呢 以这种回调的思维啊 快进快出为主 主要的逻辑呢 还是低息为主 下面看一下原油的四小图 在四小图里面这个原油啊 今天早上呢 已经跌到法则 第一个目标位啊 有反弹 但是反弹呢 我们看到了 多次啊 都不能突破这个69 或者是不能有效的站稳69 因此这个原油啊 可以注意一下 69这位置可以考虑啊 做一个空 做空以后 看它跌回这个68附近啊 如果说能击穿68 会看跌到多少 66附近 66附近 希望上这个原油 如果说你想做多平 可以挂单啊 挂一个挂在这个65.9啊 放一个多单 这个位置跌到去做多 问题不大 而当前呢 可以在69这位置啊 做空啊 那么止损呢 可以放在这个69.4 挂单做空的话 可以挂一个 在这个70.6啊 这个附近 70.5 70.6 70.7 这个区间里面呢 你可以挂一个单 放在这个位置呢 做空 那我们认为呢 今晚它这个原油啊 大概率会去往下走 走这个66附近 这个支撑 我们看这个白银啊 白银呢 目前继续看涨为主 我们看涨了多少了 32.5是第一个目标啊 今晚上呢 很可能会破这个点位 如果说破掉 会看到33.8啊 想要做空 可以挂单 挂在33.8 放一个空 没问题 但目前去看呢 它的一个多分界是在 31.8啊 所以今晚这个白银呢 你可以注意一下 以这个31.7 做个支撑 31.8附近 继续买涨就可以了 如果说数据公布以后 能够有效跌破31.7啊 那个时候再考虑 要不要去做空 我们看这个美元啊 美元的目前啊 处于一个震荡下跌的格局 这个局势是不变的 你看到每一个下降通道都没有变 是吧 所以当前你就参考这个通道啊 低息高抛就可以了 那既然它这个美元啊 这什么情况下才不会看跌呢 就是重回101.28啊 这个价格才有可能啊 不下跌啊 继续在这个位置长期做一个徘徊 因为它现在是一个什么 扩展三角形的格局 所以它这个位置是低息高抛为主的 所以基本上这个美元 你可以重点关注这样一个趋势 按照这个三角形呢 上轨去做空 下轨去做多就可以了 那目前四小图的这个美元呢 只有跌穿100.75啊 我们才能够考虑去做空 好以上就是我们K线法制交易系统 带来的解盘信息 可以看到我们在白银和美元 这两个品种里面呢 分析的经历啊 稍微少了一点啊 因为这两个品种呢 交易人不多啊 不多 我们重点关注这个原油和黄金为主 就可以了 好了 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记得点赞加关注 一键三连 有任何问题啊 可以在评论区和我们共同交流 我们下一期再见